哈喽大家好,我是Solina 今天的理财达人会客室 邀请到的来宾叫做Jamie 她是辅大应用美术毕业的 她在19岁的时候就开始经营组织行销 年纪轻轻就已经年薪500万了 那在她24岁的时候就拥有芳疗金油证召 并且开始创业 那在她29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投资理财 那她曾经出版两本书 一本叫做小资赚千万人卖理财术 另一本叫做不穷忙年轻夫妻的五堂千万致富客 现在她是轻易丰盛学院的创办人 也是一名自由投资者 那我们就来听听她投资理财的经验分享 大家好,我是Solina 那之前在我这个Instagram有跟大家说 因为很多观众都希望我可以分享更多投资的工具 但是其实我也不是神人 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要来邀请我在投资理财 见了一些很厉害的朋友来分享他们投资理财成功的一些秘诀 很开心邀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 叫做Jamie 那她也是一位老师 所以我都叫她Jamie老师 那刚刚那个自我介绍里面有跟大家说 她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 所以呢我们来跟她聊一聊 她到底是怎么达到财富自由呢 还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投资理财的重要呢 其实我起步的比较晚一点 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做业务工作 那收入就不错了 那就年薪就好几百万 那就一直存钱 然后就一直花钱 然后一直到了大概七八年前 我忽然间想要转换跑道 我就看一下我的存款 诶 竟然只有两三百万 而当时的两三百万 在我年轻的年代是可以买半间房子的 我们那个年代是买内户的房子 大概七百五十万就买到了 可是到我决定我要转换跑道 看看我的钱的时候 我发现当时的三百万只能付投七款了 所以我后来发现通货膨胀很可怕 而且我觉得好像一个不会理财的女强人 比不上一个会理财的欧巴桑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要好好理财 OK 那你从开始意识到到现在 是你投资理财的年资是这样说吗 大概多久了 好 嗯 其实大概六年吧 我大概是从2011年到2012年 那时候开始意识到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蛮短的 大概六年 可是就做到了 我觉得还蛮短的 他大概 那但是你大概花了两三年就财富自由了嘛 对 对 花了两三年 因为其实前面 讲简单点是你主动收入比较高嘛 嗯 对 那它超级业股 所以你后面要做被动收入 或是投资收入 就会比别人简单一点 嗯 对 OK 那你目前呢 主要的投资的工具有哪些 然后你怎么配置 我主要的投资工具 其实就跟大家还蛮像的 譬如说房地产 但是我有买美国的房子 就是国内外房地产 那美股跟台股 然后我也有存钱 那以及 投资一点点朋友的公司 这样子 那我的配置方式 其实房地产跟存钱会比较多 嗯 因为我觉得股票来讲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风险 嗯 那我觉得一些公司来讲的话 开公司大家都知道 不见得会那么顺利嘛 所以我其实 嗯 国外的房地产买的比较多 收租以及呢 存钱比较多 那其实我之前有一支影片 有跟大家提到说 我有个朋友很喜欢去 海外存钱 那就是他 哈哈哈哈 就是我 就是香港存钱 那你可以大概 更深入的跟大家 讲一下你的 就是存钱的策略 跟你刚刚有说房地产吗 好 说这两个是主要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国内的保险 或订存利率真的很低嘛 那所以你去存的话 可能连通孔都无法抗 对 所以我国内的保险 我选择就是一些 很简单的医疗 因为我们人总是会生病嘛 那我去香港存钱 因为现在香港的 存钱大概五年期 利率也大概 还有6% 那我就觉得说 6% 福利6% 其实还蛮好的 超高的 对超高的 然后另外我还在国外也 呃 配置了受险 因为我觉得人都会有意外嘛 另外 我自己还有就是一些重大疾病 现在每四个人 会有一个人有癌症 他们一次有赔100项 我觉得也很好 那当然主要 还是存钱啦 我存可以讲多钱 因为我觉得 呃 福利6% 到我老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笔 很大笔的退休金 嗯 那可能有很多人 都会担心说 让人把钱放在海外 会不会 有比较高的风险 你觉得对不对 其实不会耶 因为其实你 你只要看台湾 这个小小的岛跟国家 你放远全世界 你会发现说 台湾的金融 是真的有点落后 那我们移民到国外 都不会怕了 对不对 而且香港算是金融 No.1的地方 那说真的 我也很喜欢美金 其实我 我放比较多美金 我觉得美元是世界 强势货币 对对对对 而且现在正在涨嘛 也还不错 所以我并不觉得海外 会危险 我觉得理财会危险 主要是美观念 不OK 才会危险 刚刚有提到你 国内外的 房地产的配置 那你主要的那个策略 跟就是 你会怎么去选择 你要投资的表例 我国外来讲的话 我主要是走景气循环 那我 我那一阵子买都是美国 因为 其实美国大家知道 有一阵子次带风暴嘛 那那时候大概201312年的时候 房子就很便宜 我家周久有买房子 后来卖出大概 涨了2.5倍 对 然后另外我自己 还有开发了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地方 我小时候常去一个地方 叫环岛 我那时候就发现 那边有很多军人 那我后来有买那边的房子 在收租 租金投报也有十几 我觉得蛮好的 这个我也有 这个还不错 因为我们很懒吧 懒人吧 对 那国内的话 我觉得 国内的部分 我其实觉得要看 国内的房地产讯息万变 所以我其实身边有很多 房地产的专家朋友 那有时候我会 看他们怎么样进场 或是他们选择 可能考虑跟他们一起 我就是 国内就以朋友为主 这样子 OK 那我认识Jamie呢 我觉得她 最厉害的是 她并不是像大家 一个投资工具呢 就 应该说 就是 很专严 我觉得看她投资 都感觉非常的轻松 然后就可以 很容易都赚 就赚钱 那你觉得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好 其实刚学投资理财的时候 我非常痛苦 因为我觉得 股票也很烦啊 房地产也有点累 对 我也觉得 对 真的就是很 很喜欢简单的东西啦 但是 那时候我就发现 呃 我身边有很多人 他们为了 要赚钱 为了要投资理财 他们可能拼命的去做 他们不喜欢的投资工具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想象一下 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应该很难成功吧 对啊 娶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真的 可能也很难苍旧嘛 所以后来在2014年 我运气很好 我遇到了一个测验 它叫天赋 它就是 测出你是什么特质的人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投资理财 例如说 有些人像 欧普拉类型的啊 对 约维勇的 对 那我是贾博士类型的 那像有些人是巴菲特的类型的 每个人赚钱方式不一样 那后来我就理解到一件事情是 你要用对方法 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去 投资理财 那你就会很快乐又很 真的 很顺这样子 真的 所以这是我独家独门的一个 很特别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自己也受益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刚刚整个 Jame刚刚分享的这个经历 也就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一开始也一直觉得 一定要研究股票啊 要不然 你要怎么靠投资理财赚钱呢 可是后来发现 当你找一个不适合自己的方式 你真的很难持久 或是你真的很难在里面开心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根本不可能赚到钱 你在这个投资理财的经历 也有六七年 那你有什么失败的经验吗 一定会有 因为每个人多少都有些失败经验嘛 但是我们从失败中去做学习 对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 预售屋 你知道预售屋 买预售屋的氛围都会很开心的吗 会有那个吃心风 对 然后当时其实房地产已经在一个要跌的状况 可是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很热 其实这也会发生在股票上 就是有些人就是越来越高就越来越越买嘛 所以我有两间房子是在房地产的高点 就是要跌之前不小心进场 一个在中立的捷运附近 然后一个在讨厌巴德 那目前现在我都把它变成在收租这样子 但是 呃 现在要卖其实你就是要打八折或打七折才卖得掉 所以它是我一个卖 失败的经验 然后另外我股票也有赔过钱 那为什么赔钱 是一开始就懒得学嘛 那就很喜欢听别人报一些有的没有的 对 然后想说试试看啊 那后来就发现这样真的不行耶 因为其实 呃 你听别人怎么讲 那你又不懂的情况下 别人说不定讲对了 但他出场了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我股票也是小赔个百万这样子 百万可能很多 没有小赔了 因为身边有人赔好几亿哦 哈哈哈 那你所以你从中学到什么 除了比较人云亦云之外 那你觉得你从失败界里面学到什么 首先呢 我真的觉得 理财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学习的 所以 我很鼓励大家 不要吝啬学费 也不要吝啬 花钱去买书啊 或报名课程 因为你去学 速度会很快 那第二个是呢 多结交一些 本来就在投资理财界的朋友 而且是持续在 而且有获利成功的人 我自己身边的人啊 朋友或家长 他们可能都不是投资理财的咖这样 对啊 你问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我的爸妈很有钱的话 我现在可能就已经是富二代了 不用自己赚钱了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到就是 第一个要学习 然后第二个 不要一直听身边没有经验的人 三个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投资负责任 不要因为投资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吵生 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是投资私利的 应该从里面得到一些经验 然后成长 而不是开始就是觉得 啊这个不好啊 或什么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经验 真的 那我这次呢 就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学习 他一开始是我的老师 但是因为 呃 长期跟他接触 然后后来也变成朋友 那 我觉得他讲的一句话很好 他说 当你想要 省那三五万的学费的时候 殊不知你后面的风险 你可能亏个三五十万 就因为你想要 省那个三到五万 那我在一开始就是介绍他的时候 有说他是财商单位的这个创办人嘛 那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学院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院对我来说呢 每一次有观众问我说 我都去哪里学财商的知识 我除了会看书之外呢 我还会去上实帖的课程 那我大部分的课程呢 都是在这个轻易封城上的 所以呢 詹姆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学院里面有哪些课程 其实学院我觉得最推荐的是一些 基础的财商课程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 荧幕前的理财新手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们盖大楼的时候 你要盖摩天大楼 你地基是不是要打很稳 但很多人学理财的时候 就会希望说 我今天学明天就赚大钱 真的 对那你就会发现 有这种心态就很容易赔钱 所以我会建议说 你可以先上一些基础的财商 譬如说收入跟支出要怎么去举啊 去列啊 还有就是说有些人是 自己金钱的观念有问题 譬如说有些人他特别讨厌有钱人 那你就很难变有钱人啦 因为你不会变成你讨厌的人嘛 那第二个就是当然 房地产的观念一定要学 因为你房地产如果你没做好 一间就可以卡一倍 对一般人来讲 所以我觉得房地产的观念 一定要学 还有里面的一些技术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股票那些的 我们这边也有 然后呢 还有一些跟银行 贷款 对就是你要知道你有什么资源 我觉得很重要 那或者我们也会教一些国内外保险 要怎么去配置 怎么去存钱 那最重要我最推荐的就是 帮助我很多的那个天赋投资数 因为我觉得 在你走那么多路 花那么多钱之前 如果你可以先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特质的话 你会省力很多 因为证言发誓说 人花最多的时间是在找路 对找方向跟找路嘛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院有很多课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的部落格 跟课表里面看有什么课 那我会把那个讯息放在下面资讯栏 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他们的LINE AT 看一下他们的课程 因为他们一年大概办个三五百左右 三百多 三百多 对三百多的讲座 都是小的讲座 大概可以花个两三百块 就可以听到很多采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那今天呢很开心 邀请当君来我的频道玩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呢 欢迎来给你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呢 赶快订阅我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 拜拜